这一章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博客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接下来学习是依赖于这个案例 来一点点讲 然后一点点学的 不是说单纯的讲一些理论基础就完事了 是有一个项目的 然后这个项目我们就要去简单介绍一下 包括我们项目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做成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项目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哪些功能 再就是我们先有一个初步的居住方案 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学NordiaS该去怎么做 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居住方案 我们这个案例该去以一种怎么样的方式去实现出来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法说到很详细 但是我们至少是有个方向有个思路的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前进的方向 就没法去进行下一步的讲解 这里呢我补充一个比较有用的一个题外话 就是我们作为一名开发人员啊 其实受限于自己的工作职位和思维 这个是有条件的 可能会有多个同学认为呢 一个项目的最主要任务其实就是开发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过 好几年之前 其实这是肯定不对的 对吧 一个项目中开发只能占其中一部分很小的一个工作量 全部的步骤分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简单说一下 全部的步骤分为定目标 定需求 定UI设计 定技术方案 开发连条测试上限 还有最后查看统一结果等等这些 就是从一个项目的诞生到最后一个项目的整个的一个上限 包括上限运行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结果的评估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串流程 而这一部分呢 所用的开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摆证这个思路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拿出专门的一张来讲解这个项目的目标 需求技术方案 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一张没法像我刚才说的 那么全流程的去讲解 但是至少也能体现这个过程 有句话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 就是你找一个COP的研发人员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现在看来 只要是钱给够了 基本上这个COP的研发人员是很容易找的 但是你想找一个COP的技术经理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技术又好 又能把上述的那些步骤给它连起来 然后又给你相关的人 你能把相关的人协作起来 这个是非常难的 这种人基本上是可疑不可求的 OK那我们回归正题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项目的目标吧 目标呢其实比较简单 它就是开发一个博客系统 具有博客的基本功能 什么叫基本功能呢 就是说能具有博客的查看 编写管理这些功能就行了 它并不是像网上那些咱们常见的那博客那么强大 因为人家那个博客系统是好几十个人 甚至上百个人去维护的 我们这儿就是一个人来开发的 而且我们是以学习为目的开发的 不可能我们做的那么详细 就是把所有的功能全做上 这个不现实 但是我们通过所谓的这个基础功能 我们就能把我们课程所需要学的东西都能传达给大家 这个大家放心 而且复杂度还是比较高的 就是后面讲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 我们这儿有个什么基础功能 是不是这个可能就简单了 并没有那么简单 咱们做到最后大家就能看出来 然后呢就是我们只开发这个所有段 这是一个技术目标 就是我们只开发所有段不关系前端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后端人员了 你不再是个前端工程师了 只需要负责好了所有段就行了 前端是什么样子的 跟你不能说没有关系 至少关系不大 前端到底做的好不好 看前端到底做的 性能怎么样 然后是不是有前端的bug 这个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你只需要把所有段给搞好 然后这个课程或这个项目 你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然后我们这儿呢 补充一个课程的目标 就是我们之前在课程一开始也提过 我们在这强调一下 这个bug系统或这个案例 仅仅是我们用来学习 NodeJS开发WaveSore的一个 途径或一个工具而已 它并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最终目标 我们现在说的是课程的目标 所以说我们课程的产出 这个案例只是一小部分 然后剩下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能学到 如果使用NodeJS去开发WaveSore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接下来要包括三个部分 我们之前也讲过 在这儿唠叨一遍 第一部分呢 我们将不使用任何框架 直接去写 看看怎么去把这个bug系统做出来 第二部分呢 我们是通过使用Express这个框架 来去开发 并且会讲解Express的一个 基本的中间件的原理 第三部分呢 我们将会使用这个Core 2的框架来去开发 也就是说我们分别用三种技术形式来把这个bug系统重复做了三遍 虽然说我们这个系统不是那么大 但是我们重复做了三遍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掌握NodeJS的一些原理知识 又能掌握如何使用Express来开发 又能掌握如何使用Core 2的框架来开发 好这些我们后面都会详细的讲 所以说我们这就先简单的说一下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需求 需求就是说我们这个案例或这个项目有哪些功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是首页作者页和博客详情页 首页大家不用说 一个博客嘛肯定有个首页对吧 作者主页 作者主页就是说我只看这个作者有多少个博客 博客详情页呢就是我们看这个博客的一些标题啊 还有证文啊一些详情 然后是登录页 登录页就是说我要作为作者 作为作者我能登录进去 登录进去之后呢 我们能在后台去管理一下 管理中心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博客 以及呢 新建页就是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博客 然后可以编辑一个已有的博客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功能 虽然说看似稍微简单一点 也没有说我们线上那种博客系统的 像什么分享啊 像什么评论啊 像什么点赞啊 标签啊这都没有 但是没有关系 把这些功能实现了之后 其他那些功能基本上都是这些功能的技术方式 和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你能通过诺多杰次 把这些功能都实现了 然后你就能通过这些功能所提供的技术点呢 去开发其他的功能 所以说就是一种举一反三的一种效果 这是我们所有的需求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界面是什么样子的 首页就是这个样子的 上面有个标题叫博客首页 然后下面是一个列表 这是标题标题标题 然后下面有作者和这个时间 作者和时间 这是首页 首页显示所有的博客列表 时间是倒序排列 然后作者主页呢 是显示某个作者的 像张三这个作者 他有两篇博客 就显示他张三这个作者自己的这个博客 然后点击某个标题进去说呢 这是博客详情页 可以看到这个标题 看到作者和时间 以及看到这个详细的内容 然后登录也登录也比较简单 用户名密码 登录就完了 然后管理中心呢 这儿有个新建博客 就是我们点击之后呢 会跳转到这个新建页去新建博客 然后这儿有个搜索 我们可以通过输入这关键字进行搜索 下面这个列表呢 就是列出自己的所有的博客 当然管理中心 你不可能去管别人的 对吧 你只能管自己的 可以编辑可以删除 好 接下来就是个编辑和新建 都是用的一个界面 不管是编辑还是新建 都是一个标题 一个证位 然后一个保存就完了 因为你编辑也好 新建也好 你这个用户名肯定都是自己 所以说用户名和时间都不用填 这个系统会自己获取 然后你持续要填标题和证文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所有界面的一个原型图 好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个 这个需求一定要明确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需求 你一定要明确 当然 我相信也不会有人不明确 因为我们这儿还没有涉及到 什么技术的难点 只是一些需求而已 如果这个你都看不明白 那基本上这可乘就不用学了 需求之道开发 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需求我们怎么去开发 第二点比较重要就是 我们看PPT中讲的这个界面都比较简单 没有任何的样式优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现在我们已经做一个后端开发了 我们就不管前端是什么样子的 前端做的丑也好 做的漂亮也好 跟我们没有关系了 所以说不要纠结于 这种简单的样式 即便是前端的样式做的很漂亮 那我们后端也不会为此 有什么高价值的回报 前端做的好不好看 那是前端的事情 跟我们后端没有关系 第二个呢就是说 一般的样式虽然说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它并不影响 所有端的这个复杂度的问题 因为功能就是那些功能 我们后端是不是复杂 后端是不是麻烦 跟这个前端的样式好不好看 没有关系 只是跟这个功能有关系 我们功能已经定了 那我们后端的这个复杂度 就已经定了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纠结于 前端的见面的样式 多么简陋这个问题 就觉得这个项目比较简单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课程也需要 大约十多一小时的时间去讲完 所以说没有那么简单 而且后面可能还有 比较复杂的东西 需要大家去好好学习